从小到大我们都在听别人说有了铁饭碗工作 生活不愁金不换 那么什么是铁饭碗工作 它有什么好处 又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和羡慕呢 其实铁饭碗工作主要包括 公务员 事业单位 国有银行 教育系统 烟草系统 电力系统 选调生等国家单位的工作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公务员这个全国公认的铁饭碗 上海公务员迎来降薪潮 收入跟以往不同 被考生心情表示复杂 考上了公务员 不仅意味着工作稳定永不失业 薪资高福利好养老不用愁 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还拥有了高社会地位 是让亲朋好友都羡慕 给父母长面子的 这也形成了比高考竞争 还要激烈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 考上公务员到底有哪些好处 这恐怕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完的 毋庸置疑的是 除了工作稳定 成为公务员编制后 还可以享受很多补贴 例如休假 补贴 年终奖 晋升等 所以公务员在优质择业中依旧能处于不败之地 但随着近些年疫情对全社会经济的冲击 加上每年高校毕业升达持续创下历史新高 国际形势 政策调整 种种内外因素的影响 公务员系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特别是在薪资福利方面 受到了财政政策的压力 以上海为例 恐将率先实行降薪政策 处级干部骤降15万 科级干部骤降9万 一直以来 就业形势很显然并不轻松 社会就业的难题也不是第一次听说 往年也有史上最难就业级的说法 高校毕业生的选择五花八门 相比于腾讯 阿里 华为这种大企业 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并不突出 甚至是有些拿不出手的 可结合休假 补贴 福利 津贴等各项待遇 那可谓是妥妥的高薪就业群体了 特别是在一线城市 比如上海 对于想要在这座城市安家落户 活得轻松 体面 不用太过辛苦就能够维持一定的经济物质追求 纳考公务员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因为成为上海的公务员 虽然不能让自己财富自由 但是绝对可以享受到这座城市一流的文化 医疗 教育和生活设施 但随着近些年疫情对全社会经济的冲击 各行各业的工资都开始下调 节约成本 哪怕是公务员也不例外 举例上海部分处级干部薪资 从35万下调到20万 下降幅度达到15万 而科级公务员年薪也从24万下降到15万 就降了9W多 平均下来就是每个月都少了8000多工资 这种下降程度令人心惊 直接就跟人的吃喝住行挂钩了 需要一提的是 这种现象现在不仅仅出现在上海 全国一线尝试 比如北京 江苏 广州 深圳等 都受到了疫情环境的影响 这也直接导致了一部分高校毕业生 对于考工的恐慌 降薪政策实施后 福利待遇何时恢复成为大家最关注的事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 早就有相关部门解释过 主要因为现在是非常时刻 国家财政和精力需要放在疫情防控 助劳人民生民安全的大事上 因而公务员薪资下调只是一时的 并不是上期的执行下去 待经济形势好转 薪资便会重新上调 并补发此前薪资福利 所以有意向考工的人 不需要因为这个问题而焦虑或者有意不决 无论怎么说 公务员这个行业 在任何时候都是具有极大竞争优势的 对于从事公务员的人来说 一入公门就已经相当于自己甚至家人的医疗 健康 住宿 出行 养老 都没有了后顾之忧 这相比于社会上的各行各业来说 其优势都是十分明显的 特别是在父母辈 以及没有太大事业心的人眼里 公务员就是最好的保障 降薪只是一时的政策 对于高校学子来说 仍然是最优解之一 其实现阶段疫情 各行各业深受挑战 很多工厂 公司老板也沦为了打工人 国家为了解决社会就业难题 在公务员系统中 甚至增加了一些岗位 让更多人能够投身到这个行业中来 从一些降低学历要求 户籍 专业限制 年龄 经验要求等政策就可 以看出来国家的决心 所以说 想要考公务员的人 就可以下定决心 开始认真备考 通过政策学习 提高自高思想觉悟和政治敏锐 大量刷题 增加知识储备和提高答题准确率 才能够轻轻松松上岸 获得自己想要的工作和生活